有点重重 叫小猫重做阿龙 屏东县长潘梦安与东港东光国小的学生 唱起了魔法洗手歌 希望透过简单易记的歌词 搭配动作 教导孩子们勤洗手等正确的防疫观念 为因应疫情 各级学校已在开学前 完成校园消毒清洁等各项准备工作 开学首日 潘梦安一早就抵达学校 视察开学后校园防疫准备情况 今天也特别利用开学日来看看这个比较大的学校 它的整个上课的整备 包括路员 路校园的一些相关的防疫措施 从这个耳闻腔 人工的耳闻腔 一直到热感 热显象仪 甚至到各个教室 都希望能够如其到位 而且让孩子 让家长放心 让孩子这个安心上课 让老师能够放心受课 为了迎接开学日 东光国小丝毫不敢大意 配合政府的防疫指示 在开学前进行教室环境大扫除 及消毒等清洁工作 并盘点校园内防疫物资 希望透过完善的防疫配备 建构能让师生安心的教育场域 在19号的时候我们也配合证工所都到学校来做消毒的工作 那20号我们全校备课日 全校的那个老师们 我们都已经在座在室内整个做过大扫除大消毒 那我们在各班的班级这个准备方面 那个耳闻腔 然后那个消毒水 漂白水 酒精 然后及口罩 我们都有充足的准备 来让孩子来使用 校方表示 校园内拥有充足的防疫物资 可提供师生使用 虽然国际疫情仍然延俱 但只要做好相关的防疫工作 保障师生健康问题 相信能让学生们开心迎接开学新生活 屏东新闻 施星庭张志豪采访报道